到了秋天,不少民众都会喜欢到日本赏风 不过今年因为陆客和东南亚的旅客都喜欢到日本旅游 所以日本当地的团费大涨价 上市日本的赏风团就已经比去年大涨了2000到5000元 红的黄的满山遍野都是美景 许多民众秋天喜欢去日本赏风 虽然日币汇率下跌 但日本当地餐饮住宿跟交通全都大涨 今年10到12月 日本旅行团比起去年同期也大涨了2000到5000元 陆客东南亚游客大量涌入日本 旅行业得抢房抢车才能出团 成本居高不下赏风团当然大涨 旅游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秋季的团费 欧洲则是因为进入淡季加上汇率下降 团费比去年同期还要低 澳洲则是进入春天的旺季 还大降将近万元 主要是因为反映汇率的关系 因为去年大概会逼近美金 大概1比28左右 那现在的话是1比24 整体来说除了日本团费涨价 中国大陆也涨1到3000元 东南亚韩国跟美国是持平 欧洲降幅最高5000 纽澳降幅最多15000 不过业者表示这是12月20号之前出发的价格 到了年底的跨年团则因为有烟火 价格还会调涨 记者林政务郭峻林台北报道